女资旁组合方式 大家请看 如果的如 注意 女资边旁 不宜写得太大 但是 这女资 这一横提 一定要拉长 给 右边的口子 留出 适当的位置 就可以了 再看 妇女的妇子 注意 这边这个女子 一定要 显得小 显得紧凑 让出 右边的部位 写 另外半个字 如果这个父子 我们这个女子 把它写大了的话 那么 这个字 就一定 很松散 我们再看 逆 逆爱的逆 这是左中右结构的字 那么这个女子边旁 则更要写得 小一点 紧凑一点 我们再写一个 如果的如 看 有什么不同点 这个如字 这边的女子边旁 写的就比前面 虐威 长一点 那么 右边的口 要望向靠一点 这样 这个字的结构呢 就比较平稳 接下来 是 反全旁的字的 组合方式 我们看 狼 这个狼字的书写 狼字的书写 注意这个反全旁 站的整个字的部位 三分之一 还不到 他让出了右半步 这个梁子 可以充分的展开 我们再看 独立的独字 独立的独字 同样 他的反全旁 站的 这个字的 位置 也只是 三分之一 的位置 但是注意 这个反全旁 他上面的一笔 要 将他写的略微长一点 高出一点 因为 因为 右半步的字 它不能写得太长 太长就不好看了 接下来 是 周字旁的 组合方式 我们看 我们看 旋梯的旋 左边 是个周子 右半步 是个旋子 周字 可以写得长一点 旋字 约微的短一点 这样 整个字 它就不会显得松散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炉子 左边 周子 右半步 是炉子 注意 这个周子 边旁 就要显得 相对的 窄一些 让出部位 给 右边的炉子 我们看 金字旁的 组合方式 看 钦佩的钦 两个 相同的 钦子 看 它的书写 有什么变化 左边 金字旁 一撇 写得比较 长 然后 右边的 钦 笔画 比较粗壮 那么 我们还可以 反过来处理 把左边的金字 笔画 写得重一点 把右边的钦字 写得 笔画写得 钦一点 这样 这两个钦字 组合在一起 搁在一起 它就 不雷同 有变化 我们再看 十字旁的 组合方式 先看 饮 饮料的饮 左边 十字旁 右边 是个芡 我们再看 鱼 多余的鱼 多余的鱼 两个十字边旁 愿有变化 愿有变化 一个是 笔画出细的变化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写得这个中间部位 把这个梁字 中间部位 加以变化 再看 口字旁 组合方式 看 明 明教的明 口字 不易写得太大 而且需要 靠上 让右边 这个鸟子 充分展示 而且这个鸟子 下部的四点 或者写成一横 要 加倍的伸展 拖着 上面的口子 再看 吹 吹字 口字 也不易太大 但是 它所摆的位置 这个名字不同 名字 摆在左边 靠上 吹字 这个口字 则摆在左边 中间 靠下一点的部位 以配合 右边的字 再看 知道的字 口字 在右边 注意 口字在右边的字 一定 一定 这个口 要 往中间 字中间的下半部摆 绝不能靠上 如果靠上 这个字的结构 就 就 无法看 我们再看 如果的如 也是口字 在右边 左边 是一个女字 一定是这个规律 一定是这个规律 口字在右边 一定要在这个字的中间部位 靠下 这样 这样 这个字的结构 才能处理得大 我们再看 油字 边旁的字的 组合方式 先看 增拙的拙 左边 是油字 右边 是个 锁字 注意 这个字 左边的油字 就可以写得 略微的重一点 因为 他右边的 半个字的笔画 太少 所以他不能写小浪 我们再看 例子边旁 组合方式 写 吉利的吉子 注意 这个例子边旁 跟右边 这半个字 配合的时候 一定 不能把它写得 太高太大 可以把它写得 小一点 紧凑一点 而且是 他在的位置 一定是中间靠上 不能靠下 接着我们看 鱼字旁 的字的组合方式 这个瞎子 这个瞎子 我们现在 用的是 虫子旁 在古时候 用的却是 鱼子旁 这个字 是比较 难处理的 注意这个瞎子 它是左中右 结构的字 而且是这个鱼字 比划也比较多 所以 他在这个字中 所占的位置 他就要将近一半 他不到一半 三分之一多 让出右边 三分之二多一点点 给这个甲子 接下来我们看 虫子边旁 组合方式 先看 蛟龙的蛟 蛟龙的蛟 注意 从字边旁 也要占到 这个蛟龙的蛟的 这个字的 三分之一 多一点点 因为他右半部 这个蛟 比划少 这样 他相互 搭配 才能 平平和 平稳 我们再看 符 这个符字 符字 这个从字边旁 所占的位置 几乎 将近一半 同样也是 他右边 这个符字 它 是写不宽的 这个字 接下来我们看 车子边旁 组合方式 我们先看这个 苏氏的氏 他左边车子 笔划多 右边氏 笔划少 看他怎么处理 在这里 左边这个车子 中间 这个绳子 不能写的 太宽 下边这一横 车子的这一横 可以 特意的伸展一下 然后让出 三分之一不到的位置 给右边这个式子 这样 这个字 他的组合 就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 他这个车子 另外一种 特殊的处理方式 即 一束三横 就代表一个车 这实际上是 一种草书的写法 他在他这个 行书帖子里边 用上了 而且用的很巧妙 他写了个轻子 轻重的轻 一束 写的也比较粗壮 三横同样 写的也比较重 然后右边 写一个轻子 相对 比换 细一点点 这个字 舒适 处理的 非常的巧妙 也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看 十字旁的字 组合方式 我们先看 这个破字 看这个破字 这个十字旁 他占的位置 也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 而且 不高 让出三分之二多 给右边的皮子 而且他这个皮子 上下的高度 要比这个十字 要高得多 我们再看 码头的码子 注意 这个码头的码子 这个十字边旁 显得是比较靠上 而且所占的部位 比那个破字的十字边旁 要小多了 他写的靠上的原因 主要是 让出右边这个码子 下边 四点 或者是一横 能够充分的展开 接着我们看 一字边旁 组合方式 看颈 左边 左边 是一字 右边 是 静子的静 注意 我们这个 左边这个一字 要写的 比较的窄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 让出三分之二的位置 给右边 这个静子的静 但是 他这个一字边旁的高度 与右边 这个静子的静的高度 相对 要 基本差不多高 虐微的 低一点 注意 不要超过 右边 这半个字的高度 我们再看一个 袖子 我们这个衣服的 袖子 注意这个字 也是一字边旁 但是这个一字边旁 一个 他要写的 尼尾宽一点 所占部位 要超过三分之一多 那么他的高度 一定是相对高一点 因为 右边 他这个尤字 他不能写的太高 太高了 他没法处理 所以这个 一字边旁 他这个高矮大小 都要根据 整个字的需要 来处理 接下来我们再看 锥子旁 组合方式 先看一个 随忍的随子 这个锥子旁 都在 字的 右边 随两个随子 左边 是个随子 沾 字的一半 部位 右边 右边这个锥子 同样 占一半部位 我们再看 英雄的雄 英雄的雄 左边这个部位 他要 占到 三分之一 要多一点 那么右边这个锥子 他要占到 三分之二 多一点 这样 这个字 组合 就不至于 失去平衡 而 吃别复 边旁部首 的前一部分 就 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